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回到我們現場,我們繼續來探討。 剛才大概我們聽了三位貴賓之外,政長也大概講到,談到了這一部份, 我們要怎麼樣去善用這一塊地方,把它在一個文化的價值裡面, 歷史的遺跡裡面,能夠做一個做規劃,讓它整個也能夠帶動, 就像我們葉院講的,它是都市之廢,能夠清淨空氣, 這個綠地如果能夠很圓滿的規劃,或者很完整的規劃, 它是能夠幫助地方的發展的。 所以請教政長,就針對剛才您談到這個部份的一個通盤檢討, 您認為普里鎮怎麼樣去做這個區塊,能夠真正對普里的一個大發展是最有幫助的。 對,剛才剛才說,其實台塘本來它就是住宅區,它內部的消息本來有說, 它可能就是要飆塑,要讓它去起床。 因為其實台塘是我們台灣最大的地主, 其實這個普里台塘的土地也很多,它很多都做人,有在收集金。 但是這一塊在市中心的這個綠地,我們應該要回歸做綠地的使用。 所以說這次,它陳情之後的時候,我們內部也有內部會議, 有請我們的這個功課,這些的庫長跟我們的主秘, 我們做一個檢討後的時候,就是希望可以把這個通盤檢討的時候, 來列為我們的公園用地,而且那個時候,包括這個時候, 這就是鳥居嘛,這鳥居嘛,這鳥居。 這就是這個工程路嘛,工程路。 本來它這裡要開一條,打一條樓下去了。 但是那時候我們的陳情是說,這整地都要給它看它變為公園用地。 但是台塘他們說的意思,他們現在這個已經做人了, 他們已經跟人家有企業送。 那個就是文創那個鳥居餐廳。 對,鳥居,這就是鳥居嘛。 所以說我們這次那天去火燒之後,我們討論的結果說, 好,沒關係,沒有,我們就由這條樓這裡, 因為這裡,這鄉兵旁邊都有這個,拜年的老宿。 就像這樣,這邊回歸他們,然後我們把這塊, 本來這都蓋起來,這有大鐵盪起來, 然後這塊整個這樣,這差不多六百幾倍。 在這完整的時候,這這樣就, 活動的空間就很廣。 這透過圖示計畫通盤檢討, 怎麼可以變成這個公園用地的時候。 其實,這兵也拜的這也是住宅區嘛。 這如果可以的時候, 那時候,包括像剛才大家在說的, 如果尊公可以把我們的姚拜祖 再來復古起來。 我有了解過就是,姚拜祖要復古就是, 你要去請日本人,他有一個社團, 專門,我們台灣說有兩個地方, 也是一樣,他們日本人來這裡後, 復古後,把這個文化還可以復古起來。 這個神社就是, 讓日本某一個神社的豬型來這裡做一個, 但是他這裡就是, 讓人類似將來的就是, 你的發展觀光的時候, 你日本人來台灣的時候, 來到武力, 如果說有我們的神社或什麼, 他也一定會去, 我們有一些長輩以前, 其實這位的鳥居那個地方, 以前就是台塘的廠長在那裡。 之後,他以前我們武力的時候, 是我們的這個白鑑匠, 就是做這個湯白鑑匠, 最大的生產的集散地的地方, 以前有這個五分車, 砲尾魚地砲到水里去, 然後再度出來, 尾水里,尾一尾再度出來的, 以前我們的這個台塘, 這個飛車的路線。 所以說其實這個, 對地方早期農業時代是, 相當有貢獻。 大家對這個基益, 可以說透過這次, 我們的這個, 都市議會同盤檢討, 也請我們議會, 請我們人創議員和社會議員來支持, 可以透過這個手段來用了, 讓我們的民眾, 還有更大的, 這個活動空間, 這個第二點, 這個第二點就是說, 漫漫因為我們的事文工作做, 他們也有提議說說, 哪一檔把這個神社, 我們的搖擺手, 哪一檔, 又請日本人來這裡, 把我們復古起來, 又做起來, 其實也很有歷史的意義, 是是是, 好,那大家請教一下, 當然就是, 政黨願景是這樣子, 那有沒有想到說, 用這一塊地, 怎麼樣去拓展, 整個大埔里的一個發展呢, 其實, 我剛才以後, 其實, 大家鼓勵人生育, 建設就是, 保留沒有一個, 比較大的公園, 當然是, 那時候, 我剛去到台中, 敖峰山的運動公園, 那幾十家, 那就是, 台中市政府, 用電源開發基金會, 的錢去做的, 那個公園很現代化, 我想說, 保留人, 很多人, 在寒暑假, 或是休訓的時間, 專工, 全家, 帶著去那裡, 去公園那裡, 鐵頭, 所以說, 就找不到地方, 那時候, 本來也有找我們, 這個第一公墓, 第一公墓, 就是那個帕兄姐妹有沒有, 帕兄姐妹那時候, 也就是說, 那時候, 那時候, 牽涨到後, 那塊土地差不多, 兩公墓, 很失陷, 然後, 踏一條, 爬成大牌那邊, 用一條路進去, 那也是, 屬於, 前市中心的, 一個公園, 但是就是說, 那裡, 有我們的這個, 遺食的問題, 我們的史文工作, 現在, 我們日法, 你如果卡到遺食的問題, 就差不多都不改過, 所以說, 有為, 我們的這個, 長壽公園, 跟我們的這個, 殘障大陸的旁邊那裡, 那都不大, 有去做一些, 比較適合, 孩子玩, 比較有挑戰性, 比較有意志性的, 這個公園, 但是這樣也不夠看, 不夠看, 其實我剛正前後的, 我在地方創生的時候, 我就透過, 南進南大使, 要提案, 因為進南大使, 差不多150公園, 他的腹地其實, 很誇張, 很多的閒事, 要來把這個, 我們的這個, 教育部的這個, 體育署, 來新鮮經費, 來做這個, 公園, 但如果大家討論下來後, 因為你不可以, 只做兒童的這個公園, 所以說你就是用, 青少年探索教育公園, 好, 在頂年, 會半年, 順時, 去體育署做簡報後, 隆重, 合定, 本來我們補2500萬後, 要讓我們合定2850萬, 要做這個, 青少年探索教育公園, 當然我跟學校, 我們的這個, 包括這個校長那頭, 跟我們的體育組那頭, 那時候我都做一個溝通, 就是說, 一定要做, 現在最先進的, 我們的學童的, 青少年的這個, 設施, 就是說包括, 不是只有在那裡, 可以說, 鐵頭而已, 還可以比較有意志性, 比較有挑戰性, 而且比較有親子互動, 比較好的, 比較先進的這個公園, 所以我們覺得說, 任何一個, 譬如說透過通盤檢討, 去規劃出來的一個東西, 它必須要是一個現代化的, 還要加上, 我們原來有一個歷史文化的價值在裡面, 我相信這對整個民眾來講, 是好的, 好, 那我請教一下科長, 那就針對, 如果用通盤檢討的方式, 來真的這樣的一個改變, 來做重新規劃, 你有什麼特別看法呢? 其實剛才說, 要把它復原為原來的鳥居神社, 這個其實是好的, 可是也不一定需要找日本人, 台灣也很厲害, 其實我原來就構想, 因為我們埔里他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4500年前, 迎埔文化, 我們從出土的考古遺物, 可以發現, 其實埔里他在台灣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因為他從東邊到西邊, 他把那個台灣玉, 從東邊拿來埔里加工, 加工了以後, 再賣到其他地方, 甚至有可能賣到外國去, 所以在4500年前, 就有, 埔里就這麼的熱鬧, 所以呢, 那如果把他復原, 御首席, 還有神殿這些東西, 我希望還要把考古遺址, 文史資料, 埔里有考古遺址很多, 非常多, 那還有像剛才說的復頂金, 其實也不是說, 考古遺址就完全不能動啦, 如果真的要開發的話, 最終的就是把, 裡面的東西把它起出來, 放在博物館, 還是可以啦, 不過現地保留是最好, 那像那個, 現在大馬林, 他有很多是現地保留, 那他也是做為公園, 做了公園了, 那其實有, 有那個學者他一直在建議說, 那個, 那個大馬林, 不要只有這樣, 其實他還可以做很多的展示館, 可是因為現在礙於經費人力,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後續啦, 那覆頂金其實如果有新也可以這樣處理, 那這一塊呢, 又回來講這一塊, 他可以連到埔里的, 考古遺址, 水蛙窟, 水蛙窟他也是, 4000多年了, 3-4000年了, 埔里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 把這些東西呢, 把它納進來, 可以, 復原了以後可以做整個, 點的資訊中心, 擴散出去, 那, 讓那個來, 這裡看的人呢, 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埔里, 不要認為埔里只有幾百年的文化, 那還有另外就是說, 其實我有一個建議啦, 隔壁鳥居那個, 其實你們可以跟他合作, 合作了以後, 他們那邊吃完飯可以過來這裡玩, 其實是互利啦, 透過一些活動可以讓, 就是讓兩邊互猛其力, 也許他們到時候願意認養也不一定, 以上, 謝謝, 感謝科長, 那我在想, 鎮長跟科長, 大概就是把我們整個現在這一塊, 太陽土地跟加上整個大埔里的發展, 還有一些文化價值, 文化遺產, 能夠結合在一起的話, 相信是對這些蠻大的幫助, 所以請教黃妍, 您, 就您剛剛鎮長的一個願景, 跟我們科長的這些元素, 如果加在裡面, 您覺得在整個大埔里, 像類似這樣的公園, 我們怎麼樣去開發會比較好, 這塊地可以兼具到公園跟古蹟的, 一個結合的保留下來, 我覺得應該是很好啦, 但是像剛剛科長講的, 就是有時候礙於政府的經費, 所以政府也是要有稍微有作為, 有一些古蹟, 假如可以的話, 就可以找一些經費把它保留下來, 假如不行的話, 沒有辦法在現況來保存的時候, 就是要第二個方案, 就是要移到博物館去, 要不然你把它留在那裡, 但是經費又不夠的時候, 又造成第二次的破壞, 很多人為的因素, 所以導致古蹟要保留實在不簡單, 那到未來五十年一百年後, 很多人想要看台灣的歷史, 從日據時代來, 其實都沒有什麼東西, 所以最好就是最快速就是, 能趕快把現況的都保留下來, 然後透過獨視計畫的通盤檢討, 把它化為公園立地的時候, 結合, 然後加上剛剛政長講的, 可以把它規劃一個, 不管是兒童的公園跟立地, 因為那個地區本身就是市中心, 而且人口的密集度非常的大, 所以很多都沒有這個證明, 沒有這個地方可以去, 不管是運動還是什麼, 所以特別需要就是用現況, 來把它保留下來, 讓證明有一個市中心, 一個類似有點像, 剛剛任聰議員講的, 不管就是美國的中央公園那種概念, 讓它能在普里鎮來保留下來, 包括裡面的百年老數, 都把它保存下來, 又檢舉到文化歷史, 還有又可以運動的一些多功能的一個綠地這樣, 是,謝謝, 感謝黃議員, 我想要保留這個公園, 必須要加入它很多的元素, 它才有那個價值跟意義, 好,那我請教一下葉議員, 就剛才政長的願景跟我們的科長, 這些元素加進去, 再加上你自己的概念裡面, 您覺得這樣怎麼做, 才能夠真正讓普里發展得更好? 我比較傾向, 我也比較贊同, 我也比較認同, 那個四方議員他所講的, 就是把當地的遺跡留在地方, 我舉例, 西安的兵馬俑是公園前230年左右到現在, 幾千年來它還是在原地, 如果說你把它移地到其他一個博物館去層次, 因為它規模太大, 現在開挖的可能不及十分之一, 另一說是百分之一, 總之它是維持在原地, 不管是移製的經費或是技術, 或是乃至於建制性的博物館, 那反而是經費是不是會比留在地方更大? 那我不知道, 不得而知, 這個大家要去研究再探討, 那第二個例子是離現在比較近1962年, 5月30號到現在的, 在珍珠港的亞利桑那號戰艦, 那是二戰的一個沉默的一個戰艦的遺跡, 它把現地建成一個博物館, 一個紀念館, 那很多對二戰歷史, 對那個亞利桑那艦它整個過程的, 有興趣的各個國家的觀光客, 它除了去珍珠港去旅遊之外, 會特地會去亞利桑那艦去參觀, 這個就是把故事帶進來, 然後它不見得要把它移到地方去, 它就在現地, 就把它建成一個紀念館, 建成一個博物館, 那我覺得這個概念的話, 我反而比較傾向於, 我剛才呼應四方議員他的想法, 那當然, 其實萬事俱全只欠東風, 東風就經費啦, 那就有賴於, 不管是我們民意代表, 大家來努力, 然後從政公所, 從縣市政府, 然後來, 不管是計畫性, 或是有任何的, 其他的, 我們要向中央爭取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要時間, 要有計畫的作為, 要一步一步來, 但是我覺得最終目標, 把它訂定下來, 那我覺得鋪裡它很有趣, 它本來就是一個多元種族, 一個融合的地方, 因為剛才科長他有講到, 過往幾千年來的歷史, 由東向西, 由西向東, 不管是人員或物資的串流, 它就是一個中繼點, 那除了多元的種族, 種族之外的邊際效應, 就是帶來多元的文化, 它有原住民, 原住民就好幾隻, 有漢人, 有客家人, 有拼圖, 對, 非常非常有趣, 那如果把這個種族也好, 文化也好, 故事歷史, 把它有一套的一個論述, 跟一個管理, 一個方式出來, 那我相信鋪裡其實是, 對觀光來講, 它真的真的是一個非常, 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不只是台灣, 我相信在國際上來說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亮點, 那這個目標, 有待於我們大家一起攜手, 共同來努力, 是, 謝謝葉議員, 我想葉議員點到了很多的問題, 就是包括我們黃議員所講到的部分, 我們怎麼樣利用這樣的一個歷史價值, 下去把它這種文化融合在裡面, 把它推動成一個更大的一個軸線, 能夠發展我們自己的地方,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就像我們鎮長的願景, 怎麼樣去推動,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待會休息一下, 再回來繼續來探討, 我們對整個設立公園, 它到底有哪些的概念, 是我們應該知道的, 不要離開, 馬上回來, 會不會再回來,